后天错三楼 铁皮加盖闷烧冒出火光 伴随黑色浓烟 疯狂往天空中窜 好几个路口外就能看见 消防派六个分队 拉至少三条水线 奔头灭火 但铁皮加盖相连 一下子就延烧六户 猪虎吓得爆狗逃生 这边在中方厨 在中方那边干活 初步了解 起火点在四号透天错的三楼 屋主是一位66岁的老先生 独居加上行动不便 被抢救出来时 脸部四肢 约32度烧烫伤 送往医院急救 这几户都是一般住家使用 财存的部分我们还在了解中 那个鸡公司 已经叫我把那个名字抄起来 要安置在那个暂时旅馆 因为里面臭死年重 台中东区大正皆活计 一次六户延烧 消防涉水 室内潮湿 暂时不能住人 只能慢慢善后 但再过半个月就要过年了 突出起来的火灾 住户们惊慌 措手不及 记者还是信里云集 SNG小组台中报导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你们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